今天登场的是西部队 带来一道鲁鱼的新吃法 焦香鲁鱼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鲁鱼美 这个鲁鱼的制作方法 朋友们知道很多 但是我今天请到的这一位 来在西安饮食 德花长的郑建军师傅 会告诉您一道地道的 陕西美味的焦香鲁鱼 对 焦香鲁鱼 鲁鱼肉嫩味美 常见的做法 除了清蒸就是炖汤 今天鲁鱼的新吃法 鲁鱼与鲜花椒搭配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陕西的花椒和四川的花椒 又有什么区别呢 陕西的花椒和四川花椒 最大区别在于 陕西的花椒香 香 四川的花椒 麻 所以这就是一道 用地道的陕西食材 然后来制作的一道 陕西的美味 所以今天我非常的期待 这道焦香鲁鱼 制作这道焦香鲁鱼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鲁鱼一条 鲜花椒 泡椒 土豆 炼粉 盐 味精等 鲁鱼通常我们选择多大 基本上市场就一斤多吧 这条鲁鱼在一斤二三两 来 我们怎么处理呢 添 取肉 这个在开始的时候 已经把鱼去掉了 去过鱼了 先把肉取出来 大家注意看 这个邓师傅的刀法 取的时候拿麻布按一下 因为它的比较光滑 对 害怕又滑到手 所以自己在家里面 做的要注意安全 顺着 主要是顺着这鱼骨 紧贴着鱼骨这样劈下去 骗鱼时需要注意的是 从鱼的尾部动刀 紧贴着鱼骨横劈过来 把两面的鱼肉片下来 我来给您打个下手 把这些垃圾都扔掉 这个不敢用 这一会儿还有个造型 等会儿再给你剪 那太好了 我就喜欢看这个 变肺为宝的节目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不用浪费了 对 先放在旁边 先放旁边 然后我们来处理肉 这要把这个胸骨要去掉了 要把就是大刺的那个胸骨要去掉 先改成胯 先改成胯 对 顺它长切成条 大家注意到了 它不是顺着鱼这样切 而是长过来切 对对这样看的好看 好这样鱼鱼切好了 好来装盘 我们把装盘里面要腌制 在这儿拼条前入味 用什么东西入味呢 加盐 盐 葱姜 你要去大片 葱姜也切成大片 对拍一下 这样容易让味儿出来了 对容易有味道 姜也一样 好 葱姜切片 然后和鱼肉拌在一起 然后还要加料酒 大概料酒跟鱼肉的量子 可以像这勺子加上三三勺 大五勺 然后我们就 然后抓一抓 抓匀 抓一抓 这一步呢主要是要 加底味又能去腥 又能紧腻 好 这也是有一个去腥的功能 这个鱼架呢也一样 鱼架现在也要腌一下 也腌一下 腌 同样的东西 算是 盐 酱酒 也是这样 一般腌上个 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也是鱼肉腌好 然后鱼的这个架子 对 鱼架也要腌 腌制先放在旁边 对对 让它入味 好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处理的 下来就是要大油炸制 要炸鱼了 嗯 就是打下手的火 我来啊 倒油 呃油要几成热呢 得五六成 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在家里边做的话 可能有观众会问了 说哎 郑师傅 你等一下再炸鱼 根据我们的经验 如果鱼肉现在这样炸 马上就散掉 它要拍分 拍分以后就能保持要进去 所以现在要拍 如果这样炸的话 它而且它粘锅也容易烂 对呀 所以拍分以后呢 你炸去它就 它就不会烂 所以要拍分 我拍的是 这是什么粉 土豆淀粉 土豆 土豆粉 我来弄一下 真可以 我来弄一下 拍分很简单吗 这样然后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拍分呢 看着很简单 那是要 第一要不要太厚 你看 就这样 这合格吗 这个不合格 我来我来给你演 跟你讲 我主持这个节目 这么长时间 第一次有人敢说我不合格 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 是不行的 正确拍分的方法是 在鱼肉上撒些生粉 用手抓匀 最重要的一点是 生粉不能太薄也不能过后 而且要把鱼肉上多余的生粉拍掉 以免影响口感 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让它更均匀 你粉要少的话 它就不酥 不脆 你粉要多的话 它就发软 对对对 我有时候在家里做只有这个问题 粉太多 一口咬下去之后 对 它们面疙瘩了 吃的全是面 好了 现在油温已经大了 咱们下进去 油温大概几成 这都这有六成 六成的 推一推 下去以后 然后推一下 推一下 你看我这个很专业 必须要推一推 这个要紧快讲 不能让它粘到一块 我怎么跟你一配合 我每一步都有错误 要炸到什么样的 要炸到外酥里嫩 第一要炸熟 嗯 第一要炸熟 第二中间不能连接 不能粘块 我先捞出来 先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 焦香鲁鱼 最重要一个诀窍 就是什么 就要把这个炸两边 要炸两道 第一步它定型 定型完以后 你看里面就熟 但它的酥感 达不到酥的程度 就是把油温升高 再炸一点 就这样的话 营养能保持营养 不敢又好 看 要么说这个大师都有绝活 再炸一次 再炸一次 这次油温要比较高 对 第二道的时间 就不用太炒了 这都好了 第二道时间不要太炒 关火吧 关火了 用同样的方法 将鱼架椅 拍上土豆淀粉 把鱼尾 从鱼嘴里穿出 做个造型 再放入油锅中 炸至金黄色 鱼架不仅外形漂亮 而且还可以食用 现在这个我站在这儿 就闻着这个香味 已经非常好 以后会更香了 我现在要是我 我现在就吃了 但是就别忘了 我们之前叫 椒香炉油 到目前为止 在整个制作环节当中 还没用到花 对 现在能 现在咱们拿着鲜花椒 一般车子都有 鲜花椒如何保存呢 这里告诉您一个小窍门 我们只需要把鲜花椒存放 于这样的密封小罐中 放入冰箱冷藏 随吃随取 还有处理呢 这要处理 咱们现在先飞变水 然后再拿油一煸 香味更能出 你看看 这就是诀窍吧 就是焯一下 对 焯一下 这还有泡椒啊 泡椒 泡椒第一有味 第二是起色 好看 好了 吃的行了 很香啊 一会儿 拿油再煸一下 葱姜蒜放进去 油温也不要太高 对 泡椒 这个一定要小火 小火的 一定要小火啊 刚才说穿水的时候 水溶性的香味就出来 啊 现在拿油煸的话 是溶性的香味 好 下鱼框 下鱼框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盐 因为它里面腌过了 所以这个不用加太多 加一点点水 加一点水 一点点 一点点 现在够一点点水切 水淀粉 水淀粉一点点就够了 好 更漂亮 脸稠更漂亮 看 现在也可以加一点点味精 好 咱们先关火 好 把火一关 加点味精 嗯 好 现在可以出锅了 好吃吗 嗯 那真的 它跟以往我们吃到所有的鱼鱼 那种蒜瓣肉那种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太神奇了 真是 来 美食见定团 请你们好好品尝这道 焦香鱼鱼 这道菜 鱼肉非常的好吃 我非常喜欢 吃了很多的西北菜 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王小千率领北部队 带来一道好吃的面食 香葱煎包 敬请收看 小九